第190节 落花有意 刑部左侍郎和汉林苑修传的公子浩南风 相互勾结为伴,且公然调戏卢阳王 皇帝和太后震怒 皇帝亲口骂了刑部左侍郎蒲徐善和汉林苑修传郑长林 要罢免他们的职务 蒲侍郎乃是谈价的人 郑长林又和顾炎涛交好 朝堂之上自然有人替他们说情 皇帝碍于君臣情面 况且卢阳王也没有吃亏 打算口头责骂几句就算了 施太后不依不饶 太后从来不干涉朝政 对这件事却分外矜持 皇帝不处罚蒲家和郑家的公子 太后却不肯计时 最后依靠着顾炎套的汉林苑修传 郑长林被罚了半年的俸禄 刑部左侍郎乃是谈家侯爷从前的门生 谈家毕竟已经不在朝堂了 有些事通过下手府操控 可皇帝最信任的只有顾炎涛 下手府的话远不及顾炎涛的管用 刑部左侍郎蒲大人 值得以身体不好为由 主动侵辞 顾炎涛哪里肯放过呢 他落井下石 趁机收落了很多蒲家公子伤天害理的事 还将蒲公子的同伴 郑一玉的所为 也全部推到了蒲公子身上 蒲公子一人深悲数条命案 谈家亲自求情也没用了 况且谈家也不想为了蒲家的事 弄得自己一身骚 蒲学善是个人才 却太过于宠溺孩子 弄得自己也生命狼藉 蒲公子郎当入狱 怕了死罪 秋季问斩 朱仲军听说了之后 对顾炎知道 你大伯行事太过于刻薄 除非皇帝永远这样信任他 否则将来有他的苦头 他只要倒霉 就是强倒众人推 你们家的祖坟都要被刨出来 顾炎涛在朝中利用皇帝的信任 党同法义 手段的确是叫人闻风丧胆 不过也获得了奇效 投靠他的朝臣越来越多 他的势力也越大 夏守府不敢反驳顾炎的话 顾炎涛却从来不将夏守府的陈奏 放在眼里 他已经凌驾于守府之上了 权力就像毒瘾 一旦上了瘾 明知是死路一条 也戒不掉 只想越来越多 贪得无厌 顾炎知道 他心里难道没有预警吗 只是停不下来的 说吧 他看了眼朱仲军 前世的朱仲军不也是这样吗 朱仲军明白他的意思 微怒道 我可没有毒眼 顾炎之撇撇嘴 心想没有才怪呢 朱仲军似乎看透了他的心 道 我的事你又知道多少 顾炎之似乎真的知道不多 他也从来没认真地跟自己说过 顾炎之哪里能猜到呢 他所看到的朱仲军 他从侧面了解的朱仲军 也是个中痊愈的人 他笑了笑道 没有就没有吧 朱仲军眼底闪归欲怒 京城的三月仍是寒冷的 三月三那日还下场逃花雪 宝雪落地 很快就被泥土掩埋融化而去 三月倒也没有什么大事 顾炎之每日都要去药炉 教大哥匿书 和领异商讨学问要发 朱仲军就陪同在后院 他有时候看书 有时候跟孙科练剑 他的剑法很拙劣 虽然卢妖王学过 朱仲军却不怎么懂 孙科教他 他却领悟得很快 毕竟有卢妖王打下的基础 肌肉在潜意识里有了记忆 这中间 顾炎之进攻过好几次 给德飞问诊 德飞六个多月的身子 原本一切都很正常 他气血足 就没有恶劣的孕吐 胃口也好 可整日吃得很多 又缺乏基本的锻炼 他胖得厉害 开始喘气 喘气没几日 他全身浮肿 顾炎之进攻给他诊脉 见得肿的厉害 迈向玄环而说 舌苔薄白而腻 就对他道 娘娘 这是营养过剩 身子里的营养太多了 难以自己消化 就积累了谭诗 谭诗中组 皮羊不生 水尸排不出 羊水过多了 德菲贝德说得很尴尬 他有些恼羞成怒的 一开始也是你说 要多吃 皇子才能健康的 如今 又说本宫吃多了 你们大夫一张嘴两样的话 叫本宫跟着你折腾 他觉得顾锦之说的吃得太好了 很丢人 要是传出去 旁人还以为他嘴馋 在娘家没吃过好东西似的 他也不想多吃 还不是为了肚子里的皇子吗 顾锦之道 娘娘教训的事 是我疏忽忘了叮嘱 娘娘全心全意为了皇子 如今已经羊水过多了 先吃药蔬打 再饮食清淡几日 解了这水肿 娘娘印象如何呢 德菲见顾锦之没有顶嘴 很干脆地承认了是他的失职 这才松了口气 面色微缓 他问 要吃些什么药 这些健脾利水的方子吧 顾锦之道 娘娘印象如何 德菲喜欢不懂装懂 什么都要先问过他 否则他又是一番说辞 这些日子以来 顾锦之渐渐摸透了他的脾气 也学会了对症下药 他肯定不知道 什么是健脾利水的药方 那你先写了方子 本宫瞧瞧 德菲道 陈姑姑在一旁 忙吩咐人端了笔墨指宴来 给顾锦之开方子 这个时空 治疗这种羊水过多的症 一般先用金水六斤汤 先不脾胃 去痰化湿 再用五瓶饮 沥水 两方合用 就能解了这种水肿 不过到了后世 有种更好的方子 叫消水安胎方 肩脾化湿消水的同时 还补气阳穴 顾锦之将消水安胎方写好 交给了德菲娘娘 德菲轻轻地念了出来 生黄旗 白竹 当归 白杀 福林 泽谢 枣人 白子人 然后他谈眼 看着顾锦之道 你每次开的方子 都是一堆一堆的药 本宫也不明白 算了算了 拿去抓药吧 顾锦之笑着接了过来 对德菲的 娘娘不明白 我说给您听 这方子不仅仅消水健脾 还补气阳血 生黄旗 白竹 丹龟 和白杀 都是补气之用 而后的几位药 才是消水健脾的 到时候用些陈皮 干姜做影子 这方子要扶上一个月 既不伤您的身子 也不伤了孩子 德菲嗷了一声 就没有再多问了 顾锦之开好了方子 交给了德菲 又写了一二 分别交给德菲 太后和皇上 皇帝正好批阅奏折的空侠 正在喝茶小气 顾锦之来了 就趁机问他 德菲怎么样了 顾锦之亲口将德菲的情况 说给了皇帝听 皇帝微微汗手 夸顾锦之 因数好又细心 董贵人也有了身子 才两个月 他十四岁到太子府的 至今六七年 才有了身子 要不小七 也服侍他一段日子吧 顾锦之不知这是何意 忙推托 陛下 这不太妥当吗 董贵人知道我是德菲的堂妹 只怕待我之心不成 况且家里的药铺 下个月也要正式看夜的 皇帝听了 也觉得此机不妥 有点失望 他笑了笑道 小七所奏甚是啊 然后又问他 王爷最近在忙什么 上次见世卫练剑 王爷瞧着喜欢 就闹着要学 这几日还在兴头上 顾锦之如实的 皇帝点点头 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看着顾锦之有点愣神 而后他突然的 小姐 你长大了 顾锦之失笑 陛下何说此言呢 他从前也这样 形式说话和现在没什么区别 仍是他 皇帝这突然的感叹 让顾锦之有点摸不着头脑 以前像个孩子 皇帝的 脸小小的 眼睛很淡 现在好像一夜间长大了 眼睛也好看了 原来是说他的容貌更加成熟 随着年纪的增长 容貌总会变化 不可能整日像个孩子 顾锦之的 是 家此也说我长大了些 经理的水土哑人 皇帝却突然伸出手 撩拨了下他的刘好 似乎想更加清楚 看清他的容颜 刘好之下 是一双修长浓密的眉 和光洁饱满的额头 突然露出了额头 顿时更成熟了几分 皇帝不由惊诧 他好似从来没有对谁的成长 这样留意过 从那么稚嫩的小女孩 一模一样的眉眼 居然听成熟的妩媚 真神奇 顾锦之心里吐了一下 心想 他什么意思 不动的话 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要是躲开的话 是不是又太过于明显 反而把隐晦的东西点出来呢 他心里快速地转着 眼前微微一按 刘好又覆下来 盖住了眉眼 皇帝没有做什么 他笑着对顾锦之道 倒伐吧 顾锦之松了口气 取舍告辞 一路上 他不要想皇帝那些举动的意思 是不是他想太多了呢 回到家 他自己拿了镜子照了照 仍是那么淡的眉眼 清秀白皙 却谈不上漂亮 皇帝怎么会对他动了心思呢 宫里的那些妃子 任何一个都要比他高上几个段数 他放下镜子 心想他应该多虑了 怎么一回来就照镜子 紧慢之内 突然有人道 顾锦之吓了一跳 一转脸 朱仲军躺在他的床上打盹 他以为朱仲军还在药铺 就没有多想 今天皇上有点奇怪 顾锦知道 他说我长大了 还拨开了我的刘海看 我想他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 回来就照着镜子 这模样也弱不得他的眼吧 估计是想多了 朱仲军一个咕了 从床上爬了起来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吗